好 我今天要提到的是 就是台湾AXM 它是一個我們從前年初又開始 在不同的工作坊裡面會有一個康尾的討論 然後從10月開始我們舉辦了機場 那個就是工作坊中的討論 那今天是第四場 那這次場是在明智小學校東馬斯座 那我們就是這個這一個關鍵的組織是以神力大討論 要被發展跟起動的事 那相較於其中我們看到台湾AXM的同學都是比較絕對的 那我們的做法是會針對主族去選擇相關的利害關係的人比較簡單來 所以在這幾場裡面呢 我們第一場是討論那個關鍵的組織發展跟治理 那這場我們要請到就是浩亭他們就 機場他們就在這裡 我們現在要請了 學習上的開發大規模型 然後歡迎出在體育園的原型 使用在體育園模型的體育園一起來討論 那討論的結果我們又放在體育上面 那這個場我們其實是在高雄跟高雲職員合作 那是以體育園為本人或智慧 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症 然後從小小去上的工作 那在這場裡面呢 其實不少參與者的醫生 然後護理師醫院的資訊人員 也邀請經過上場 所以我們沒想到在大陸院做的計劃 那得到非常多很好的理解 那我覺得就是如果要發展內愛 大家是各個不同的錢吧 我覺得這些都很實的單靠 大家可以在等你上去找 那我們今天講到討論 是跟著教師 就是一支小學商商業實配 那所以我們去定義了 大概有16個教師可以利用AI的工作上 就是用newspace的方式 我們希望在這16個newspace裡面 去討論可惜記憶 然後還有文明跟規範 相對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會先發問卷讓大家做 然後討論完之後再請大家做一點 就在策結之後我們就成功的結果 那這個是Dubacode 那大家可以在一下這些的各種的文化 資訊都放在場面 那就是這一個討論 我們會用這個山上寫實的能力 然後就是請大家不要 可以在整理界 但是不要在討論會員的身段 那最後呢 這個計劃其實我只是希望 我們最後很多發展 能夠透過社群堂會發展 在這個community dream 對我們一樣的願景 那就希望大家聽說 我是不是導師 那會是以前 或者我們這個 哲偉 在後面 我們知道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教練 謝謝教練 謝謝 謝謝 謝謝